感覺是會過十二點的樣子 然後現在其實也才九點半 因為今天前面的比賽都很快 所以他今天應該是穩的 應該是不會睡著 他原本還叫我撥到一半打電話叫他洗床 因為他那個剛退伍 前陣子我們可能比較少看到他的比賽 是因為他去當兵了 雖然說只有當四個月 也不知道四個月是要當什麼 所以他的作息是他可能是比較正常一點的 好 那目前這場是由優格隊上是Go Joe 地圖右下角藍色是Go Joe 左上角紅色的蟲族是優格 地圖來到的是亞利克桑德桿 蟲打蟲 今天很多場都是那種秒殺局 像那個... 那場也是算是秒殺局 算快的啦 不過我只能說Winter 沒有想好他到底要打什麼 就是他第二場 對啊 因為他如果... 那邊看起來是真的 如果有變個一隻或兩隻 直接回收 對 上去砸一下應該是... 可能就贏了 對 可能就贏了 就直接穿進去了 然後他... 他明明有瓦斯 然後沒有變 然後硬頂那個口 我是覺得不太理智啦 還有就是... 我不知道那個是運氣還是想好 那個不休者卡的位置是有點精銳 因為... 我覺得有點運氣運氣 因為... 那張圖的特性就是他那個... 到... 二礦到那個二礦口 腹地很近 所以他其實就塞個一兩個建築物 就剛好卡... 可能就剛好卡了那一個小小的封 不知道那到底是運氣還是... 他... 有想好... 這樣子擺 就是可能有被快攻過 然後剛好這樣子可以解 不好說 這可能要問他本人了 其實... 如果... 如果... 有結尾獸的情況下 我覺得... 就算有那個鳳 我覺得... 可能也守不住 因為... 兩隻結尾獸在後面輸出 其實那隻不休應該是... 很快就會掉啦 然後再加上後面那隻不休出來 他第二隻不休出來其實... 是直接被狗包掉的 所以其實... 我覺得... 理論上Winter 第二場應該是要贏的 看起來也是要贏的 就... 但後來有一隻... 有一隻不休的贊助了 對... 我剛剛看到那個... 我們吉師傅在那個聊天室 對... 906一個落井下來 落井下來 對... 他覺得他一定行喔 你說他... 可以再敗部重新出現嗎 沒有錯 他覺得他可以... 致死敵的後身 對... 從敗部爬上來 王者之路 我是覺得啦 916要不要考慮... 看去... 那個... 花東哪邊去練個什麼... 擠牛奶的功夫 擠牛奶是幹嘛的 改天來幫阿吉擠一下 前陣子才有看到那個廣告 就在有... 擠那個... 擠那個... 擠牛奶的 擠牛奶專員是不是 對對對... 技術員 擠牛奶技術員 然後以後916就去做那個 然後每次要... 要打台港號的時候 大家就先花錢 請906幫那個... 去幫阿吉把奶擠出來 奶擠杯 先... 先把他全部擠乾淨 這樣才... 才不會... 才不會奶到自己人 真的... 然後他還有在那個... 泰伍格打棒球對不對 鍛鍊身體 沒有問題啦 感覺這兩個是可以... 合在一起的 完全就是一個... 那個... 農場最需要的一個人力的... 一個標準 欸... 這兩個人開局有... 要快攻的意圖嗎 欸... 優格這邊像... 他這邊是比較像是要那個啦 等一下... 三礦開起來 然後二礦可能補一點喔 然後... 爆一攻狗去A嗎 對...爆一攻狗去打... 打一波 那這邊GoGo Joey呢 GoGo Joey這邊就很正... 他這邊就完全是正常的開局了 就是... 放毒爆蟲草的保底 然後... 放那個三礦被... 被...被...被爆一波狗 然後等一下就是... 呃... 現在農民補... 補到這個農民宿了嘛 然後... 把... 放一個進化室 等一下提遠程的一攻 有了有了 這邊已經在爆狗了 十條狗 不過現在對那個... 優格這邊來說 他就是要... 對他就是要演戲... 進去了 可以嗎 可以嗎 來不及了 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 這邊開了兩個進化室啊 這邊... 他第一時間後蟲沒有站好 如果他第一時間後蟲是... 有站好的 他這個... 應該是要演足的 那你那個後蟲怎麼會長那個樣子啊 他是... 凌亂站的耶 感覺他第一時間沒有... 沒有想好... 沒有想到那個... 有狗會... 從那邊直接穿進來 那這邊如果Joey看到其實壓力... 就沒有很大 我只要有看到 我趕快在家裡跟著爆狗就好了 喔... 不過這邊Joey剛剛是把毒爆蟲草取消掉的喔 那這邊的話 優格是有機會稍微壓一點點東西 他為什麼要取消啊 因為他第一時間認為那個... 優格這邊打的是... 一公體數只要很開取 那那個毒爆蟲草就完全用不到了 可能是那時候毒爆蟲快好了 對對對 然後他就... 他就先... 他過去看到... 因為他一直看到優格三框沒有開 對 所以他就先把那個毒爆蟲草直接取消掉 哇 結果沒想到是... 一公狗啊 這樣子守起來就很吃力了 他把他包住 喔... 喔... 被包住了 完蛋了 沒有卡到那個位置 太尷尬了吧 這個 喔唷 這邊 這邊... 後蟲後蟲要小心 這個...喔... 毒爆蟲草又重新蓋起來了 不過外面再變的是優格的毒爆蟲 兩邊都有毒爆蟲 對對對 所以這邊要... 後蟲要卡住 有有有 可以嗎 其實我覺得這裡不用硬上欸 我覺得他去把那個三框咬了就好了 對喔 他已經想到了 他這邊把三框咬退 因為優格這邊他家裡的三框是已經放下去了 所以... 其實他也不用擠 他就... 乖乖的把這三框咬退 然後回去... 變成他防守 然後... 喔... 哇... 狗都死光了 這真的是潰到爆炸 再死後蟲 而且這後蟲 還被...還被補到掉 哇...這真的是潰到爆炸欸這個 而且... 現在Joy有個問題 因為Joy他這邊選擇的是... 呃... 選擇的是近戰一攻 對 那他... 在那個軟跟不上的情況下 其實是會非常難打 而且等一下優格還會領先一防 所以這個... 看起來... Joy這個三框 如果優格有持續給壓力的話 是很難開起來的 對 好...這邊... 優格... 喔...喔... 這個連取消都沒有 看起來是要爆開啦 啊... 這個全變落後啊這個 那其實優格現在其實就很輕鬆啊 就是蟑螂槽 先放一個保底的蟑螂槽 然後... 對...在遠程一攻 對...科技提上去 不一定... 遠程一攻可能不一定 他也可以選擇... 跳飛躺 走... 他這時候其實也可以選擇跳飛躺 不過蟑螂還是最穩的啊 因為其實這時候如果你選擇跳飛躺 呃... 被蟲洞 還是有機會被打死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選擇用結尾獸加狗的組合 也可以...他這場也可以 那如果說是結尾獸加狗 他的攻防要升... 就是...其實... 以防為重啊 你說就再升二防這樣 欸... 其實一攻一防就可以 一攻一防然後... 就夠了 然後再升那個...蟑螂的一... 蟑螂的一攻 呵呵...然後就用結尾獸加狗的組合來打 對對對... 也是可以的 不過這邊就以... 哇... 這毒爆一直被換啊 這邊狗落進來偵察 哇... 看到你... 基本上... 這邊看到... Joy家裡沒科技 不過Joy這邊... 把狗清掉之後 馬上再放... 把螺旋塔補下去喔 結果反而是... Joy這邊是走螺旋塔 因為Joy如果... 他走這個螺旋塔 如果今天優格是... 沒有補農 然後他想要... 趕快把這場... 結束掉的話 那有可能... 如果優格一波沒有衝好 然後... 被... 非常... 被守住然後非常出來 是有可能被逆轉的 但是優格這場是有先補農 他把農民已經補到52了 那... 如果他等一下偵察細節沒有問題的話 有這邊看到螺旋塔 Joy已經62農了 對對對... 他這邊看到螺旋塔 那... 基本上家裡... 家裡... 他跟著放螺旋塔 看到的反應是跟著放的 因為... 我對他了解 他的理解是... 他... 螺旋塔是要出撫飛的 喔... 他覺得... 他的理解是用撫飛去... 因為撫飛... 我記得是... 他是跟我說... 忘記是八條還是幾條 可以... 一下秒一隻飛躺 對... 所以他只要撫飛能夠出超過那個數量 他覺得是... 這一波守住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招牌都出來了 好... 這邊... 點一下... 點一下敵爆 但是其實我... 我個人是覺得... 其實出撫飛打... 飛躺是有一個... 風險在的 對... 就是你如果在... 剛剛我說的那個數量沒有續起來之前 被... 分開擊破 你... 你會被飛躺一直滾雪球 飛躺只要超過... 飛躺只要超過... 我個人... 我自己打起來是超過大概二十... 二十... 就防空塔都沒有用了 二十幾隻左右之後 防空塔都沒有用了 然後你的撫飛不見得... 跟得上那個飛躺 你放個三四個防空塔都沒有用嗎? 有那麼嚴重 一定有用啦 但是你... 重組那個時間基本上不會放... 這麼多 這麼多 更何況... 你也不可以每個方都放三四個 而且更何況你是... 你覺得... 因為你是有撫飛的 所以你覺得... 應該是不用那麼多 但是有時候往往你會... 因為一個地方失誤沒空好 然後可能就會被... 繼續滾雪球 有人對這兩位選手沒有很熟 你要來介紹他們一下嗎? 這兩個啊 一個就是... 香港重王 香港重王 然後他現在大概是... 六千一、六千二吧 短... 目前... 最近應該是沒有 沒有到那麼高分 對 但是... 六千分左右一定是有的 對 然後優格現在大概是... 五千... 五千七百分左右 對 然後... 是... 玩很久的玩家了 對 兩個都是玩很久了 哦... 這邊狗溜進來 哇...有點尷尬 哇...這狗是不是溜得有點歪啊 他是一個偏右欸 哦... 這是一個... 擅長用左手的朋友啊 為什麼是... 左手 因為... 左手用多了 偏右不是合理的嗎 你說他是左撇子嗎 對啊... 可能是左撇子的朋友 欸... 這邊非常... 哇...非常送掉了 哇...這非常送掉有點尷尬 因為這個正面... 沒有飛躺其實打不太贏啊 蟑螂雖然有差 而且攻防是不是也有差啊 欸... 攻防看一下... 這邊... 一攻... 這邊... 那個優格是有帶... 那個遠程一攻的 然後... Joy這邊是沒有的 唉唷... 對啊...優格有多那個啦... 遠程一攻 哦...不過... 現在因為撫飛無敵了 所以這邊撫飛直接把那個... 三礦... 直接... 直接用那個... 完蛋了... 這個...這個叫什麼 不過那個優格的主礦也爆了 好像... 有幾條狗在咬的樣子 然後那幾條狗把那個主礦咬爆了 哇...這邊看起來是... 是不是要逆轉啦... 要被逆轉啦... 不好說欸... 因為那個... 撫飛目前是無敵的 對... 其實我覺得如果優格這個時候... 繼續... 轉飛躺... 他轉飛躺其實... 也可以... 啊... 之後飛躺打這些嗎? 喔... 你說優格轉飛躺... 對對... 因為他現在空軍是無敵的 對... 他如果轉飛躺其實... 應該是... 有機會再翻回來 但是他現在... 看一下他家裡在... 他現在這樣還在續張啊 欸... 家裡一波... 一波很多... 很大坨的蟑螂過來了 這一波... 要想辦法守住喔 優格是有... 攻防優勢的 但是... 落差... 數量落差有點大啊 唉唷... 這樣也能翻盤嗎? 有沒有想到... 要轉一點飛躺啊... 好像沒有喔 哇...這邊... 要應急了 因為其實... 如果這邊轉飛躺的話... 舊魚其實... 也沒經濟了 舊魚就剩一個惡況 對... 然後你非常可以把那些捷尾獸... 對對對... 你把那些蟑螂全吃的話... 理論上... 只要全吃完... 應該就可以喔 不過這邊看起來有機會守住喔 跑上去 點捷尾獸... 點捷尾獸... 這捷尾獸還是蠻硬的 那個舊魚家裡... 也沒有那個啦... 也沒基地了 他就一個... 他只剩一個惡況基地而已 對啊... 然後這邊優格... 優格等那個... 輔費能量... 那個CD轉好 應該是要再... 回去吸那個惡況的喔 只是這個數量惡況... 應該也是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四隻後蟲 不過蟑螂... 地面的蟑螂也推過來了 欸... 我感覺吸不掉喔 繞一下繞一下... 繞一下... 哇...CD4耶... 太細了吧... 有想法... 他該把第一次拿起來啊... 好... 硬點後蟲... 後蟲點掉這輔費就無敵了喔... 這個經濟有差啦... 你看雙方的收入差了兩... 兩倍啊... 單框打雙框的概念... 啊...這輔費要去... 那個...要去... 用他的惡況... 不過這個... Joy正面只剩... 只剩後蟲跟農民啦... 這應該是打... 完全打不贏耶... 正面就... 正面這個蟑螂完全頂不贏 欸...Joy他這邊是... 沒有那個軟... 呵... 因為他基地都爆了... 沒有辦法做...做蟑螂... 而且他... 後蟲還... 後蟲全部都在... 後蟲全部都在顯現沒有噴軟喔... 這是... 一顆一顆軟再出來的... 哇... 這個基地要被吸掉了... 哇... 這個看來是擋不住了... 這邊... GoGoJoy打出GG! 一句... 你知道... 賽前... 我跟優格講了一句話... 對... 你說什麼... 我跟他說... Joy... 他... 前期... 就是... 我剛剛講... 就是那個毒爆從草之後... 他可能會很偷... 你說放了毒爆從草之後... 對... 然後就是... 他如果認為你沒有打他一波... 他就會開始非常的偷... 所以... 然後我就跟優格講說... 你就... 中期... 就是突然... 那個時間點... 他炸掉的時候... 突然爆他一波... 你只要爆超過一個量... 那個... GoroJoy前面可能會超可以的... 對... 因為我之前... 自己跟GoroJoy練習下來的感覺... 也是... 有點類似這樣... 就是... 我會贏他幾乎都是因為... 他... 前面太偷... 對...就是我... 中期找到了一個... 一個... 轉了一波狗毒爆... 然後過去A他... 然後換到不錯的... 換到蠻多東西的... 你不就是重組版的那個嗎? Bistalk嗎? 沒有... 我是... 因為... 知道他會這樣打... 所以我中期才會轉... 因為... 沒有... 我中期爆完那波之後... 你對手不是他你也這樣打不是嗎? 沒有沒有沒有... 不一定... 還是要看人啊 對對對... 因為... 其實... 如果對GoroJoy夠了解... 他... 中期真的是... 以他的... 他的理解就是... 中期盡量你夠偷就偷... 然後... 偷起來之後再轉出大量這樣去... 然後... 甚至... 他會直接... 跳飛躺... 對... 那... 這種打法其實就很怕你... 對面突然來一波狗毒爆... 就像剛剛那樣子... 突然那個... 對... 其實GoroJoy是... 雖然有發現... 但是因為他... 農民都刷下去了... 然後... 毒爆蟲小... 也炸掉了... 他那個發現... 我覺得他那算沒發現耶... 他一開始不是以為對方是要走蟑螂嗎? 對... 所以他把他的毒爆蟲炸了吧... 然後狗出來之後... 他再把蟑螂飯之上... 那個毒爆蟲小... 再重新補回去... 所以... 已經太晚了... 然後... 所以就變成優格那一波... 推過去其實... 已經算是... 算... 換到蠻多東西啦... 而且最主要是... 壓掉那個閃框... 那個閃框... 一直讓... GoroJoy這邊開不太出來... 那個應該算是GoroJoy的... 失... 失算... 誤判了... 第一時間覺得應該是安全了... 對... 因為他都看到了... 他就把所有東西都炸掉了... 對... 他想說... 好... 第二場... 第二張地圖來到的是... 電子叢林... 地圖左上角... 紅色叢組... 優格... 地圖右下角... 藍色叢組... GoroJoy... 喔... 這邊... 這是... 17滴... 對... 因為這張圖... 其實也是一張... 能夠打12滴的地圖... 然後... Joy其實算是... 也算是... 蠻常放12滴的一個人... 所以... 如果... 這張圖... 打Joy放... 選擇17滴... 我覺得是... 能接受的開局... 合力的... 那時候... GoroJoy很常放12滴的那段時間... 那個瑞史... 要跟他打... 你知道嗎... 然後瑞史每天都在跟我說... 他這一定是... 他這一定是... 演給他看的... 因為... 那時候剛好... Joy的比賽... 每一場都是... 我跟瑞史在轉波... 這一定是演給我看的... 我才不相信... 我才不相信... 他比賽... 跟我打也會12滴... 對... 好像後來是真的沒有對不對... 應該是沒有... 有點忘記了... 打不歇時的那個... 冬季賽的時候... 我想一下... 冬季賽... 回憶一下... 他們有遇到嗎... 好像有遇到一次... 有啊... 他就... 馬上就要打第一場喔... 好像... 完蛋了... 我失智了... 完全沒有任何的印象... 有啦... 瑞史要打那個... 後來瑞史就進去嘛... 後來... 他不是16強... 打得跟那個... 打得跟那個一樣嗎... 半夜3點比嘛... 他的大腦沒辦法思考... 好像想起來了... 他打得好像400拼一樣... 對... 你認真上... 應該要能... 能夠... 應該說... 也不能說能夠贏的局面... 他就是... 感覺起來就怪怪... 身體感覺起來... 就打得沒有他的那個... 那個實力啦... 就是會lag啦... 他有一場我幫他... 講半天一直護航... 你知道嗎... 就他說那一場是在... 韓服打的... 哈哈... 有一場是韓服打的... 是不是跟嘎姐打的啊... 跟嘎姐打的... 有一場是韓服打... 我... 我記得好像就是跟嘎姐的嘛... 然後... 你們是不是說他們在... 在美服還是韓服的... 對啊... 然後結果他說... 沒有... 那個... 笑死... 這邊看起來... 看起來這個... 這六條狗算是做到蠻多事情啦... 第一時間... 盡量能做多少... 做多少... 因為這開局是虧的嘛... 畢竟對方裸霜... 不過這邊其實有拖到... 拖到那個... Joey蠻多採礦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是... 能接受的... 對... 然後這邊... Joey是直接... 狗速... 他剛剛好像是有按狗速... 然後... 把它取消掉了... 他剛剛是有取消掉... 然後... 一樣是走... 跟著走... 那個... 一公體數長好... TOP老師看過的比賽... 也是非常多的喔... 他還... 他不只看比賽... 還去看選手的直播... 我已經... 我已經看到... 有一些... 有一些失智了... 你知道嗎... 有時候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誰... 到底是誰... 那個戰術... 因為... 就是會想... 我很喜歡去看一些... 奇怪怪的... 戰術的選手嘛... 像什麼TL... 或是什麼... Rainbow這種的... 然後... 然後就看一看... 有時候就會... 忘記到底是誰打這個戰術... 然後去翻BOD的時候... 就發現好像不是他... 搞混了這樣子... 對... 真的是會搞混... 我... 我還會去看那個耶... 之前... 你有印象... 那個歐美有一個... 我們叫Guru... 什麼... Guru... 然後他是幹嘛的... 欸... 他... 虛空之一初期... 他實力還不錯... 但是... 但是他後來有點... 因為一些事情... 所以他有點... 就整個人消失了... 喔... 因為... 某些不好說的事情... 所以整個人消失... 但是他其實... 他的打法其實... 也是蠻有想法的... 然後... 我也是會去偷看一下... 但他現在已經沒有在玩了... 有...還是有... 就直播而已這樣... 就直播而已... 但是... 看的人不多... 但是... 可以參考... 就是... 他的打法是有想法的... 可能基本功不夠... 但他的打法是很有想法的... 他... 他基本功其實還是... 還是不錯啦... 唉唷... 取消了... 可以... 公平有保存下來... 還行啦... 優格這個狗也沒... 也沒送掉... 所以這個礦... B退完全是賺的... 發現那個... 目前正在觀賞的觀眾... 有很多人... 被... 機器人屠殺... 只是... 是... 自殺草還是... 真的被屠殺... 應該是... 自殺草...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邊... 剛剛這個... GOW JOY他的那個... 兼裁王童進去... 有看到那個... 優格... 他的卵出來... 全部都死蟑螂... 所以這邊... 就跟著他... 是反過來... 優格看的吧... 剛剛... 紅色的優格... 剛剛那個應該是... 應該是... 舊已飛進去的... 他剛剛有看到... 有往上繞... 往上那邊繞過去... 喔... 對對對... 所以他兩個細節都很好... 都是在那個... 二本一好的時候... 變成劍場中... 他就... 進去有... 先第一時間... 先確認... 對面到底... 那個... 軟第一時間... 按的是蟑螂還是農民... 對... 這邊蟑螂已經過來了... 雙方都是一攻... 所以也取不到什麼便宜... 喔... 這邊... 看起來... 應該是不太能硬打啦... 然後... 這個... 優格家里斯... 二攻一防都在提喔... 那... 那個... GOW JOY趁這時候... 多補了一點點農民... 那... 這個時候... 優格又選擇重新按農民... 因為... 我在想... 如果他這一波農民按完之後... 會不會... 全部就... 接蟑螂... 然後打一個... 二攻一防的timing... 欸... 不過這場... 雙方都是會... 都是二攻一防... 喔... 這邊... 繞了三次蟑螂... 點農民... 激活農民... 最近... 我看到那個... 蟲打頭... 術蹲蹲獸好像還蠻強... 你說... 雷諾打那個嗎... 基本上... 是可以用啦... 但是... 其實他還是... 因為他... 蹲蹲獸出來... 第一個那個timing點... 還是很怕... 接蟋獸... 因為那個... 第一時間出來可能就... 保護不了... 六隻吧... 六隻... 那你可能... 沒有... 一個失誤... 可能... 追尼獸買下去... 然後火葬直接炸... 一次掉個一隻... 一隻兩隻這樣一隻掉... 其實... 後續... 追不起來... 你後續追尼獸這樣追不起來... 然後很虧... 我覺得是... 因為Zero... 正面沒有變... 對地獸... 不是沒有變... 沒有變解尾獸... 對... 幾乎沒有變... 他想要靠... 蟲洞... 然後... 然後... 結果... 越換越虧... 然後中期又被那個... 大量的狗... 包到蟑螂... 好像還有... 這樣說好像還有被... 感染蟲定到的樣子... 被定到然後包了一大坡... 所以... 理論上那個打法是可以... 但是... 要... 對面... 耐心的跟你玩... 哇... 這個優格不斷的擴大優勢耶... 這三隻蟑螂繞得很好啊... 難道說今天... 優格要戰勝GOGOJOE... 我覺得... 這一場看起來蠻有機會的... 對啊... 目前優格是戰上風的喔... 而且... 如果優格這邊有... 抓到一個... 二攻一防的timing... 直接頂過去... 我覺得... 有機會直接... 直接打死GOGOJOE... 因為現在... 因為這邊可以看到那個... 蟑螂... 人口是有一點點落差的... 這個再吃了一隻... 吃了四隻蟑螂... 喔... 這邊二攻一防好了... 可是... 哇... 優格這邊沒有選擇推出去耶... 有點可惜... 可是我覺得... 欸... 別從這個口上... 我覺得其實可以打... 上面那個石頭... 就是... 上面還有一個... 可以直接往GOJOE加三礦的那個石頭... 打掉... 然後直接從這裡下去... 就是... 這個石頭... 哇... 這邊又繞了三隻蟑螂... 很漂亮啊... 哇... 這好煩喔... 這蟑螂... 怎麼跟優格打團戰的時候... 都沒有這種感覺... 因為他打團戰的時候... 都玩人類... 或是神族... 你有印象嗎... 有道理... 不然就是神族... 然後... 然後在這邊放光炮... 放光炮... 這是... 一個擅長的玩... 隱分身的朋友... 好... 來... 欸... 這邊... 喔... 可以喔... 結尾獸剩兩隻... 優格這邊... 看起來有機會喔... 其實蟑螂可以再拉開一點... 舊魚這邊... 陣型其實很難拉開喔... 對... 優格有些蟑螂其實沒有輸出到耶... 不過這一波看起來... 有機會因為... 人口... 人口落差已經打出來了... 結尾獸繼續輸出... 再噴酸石提液... 哇... GOGOJOY難道要... 在這邊... 進到敗部了嗎... 哇... 這邊應該是要直接打穿了... 結尾獸點掉... 舊魚沒有冰了... 哇... 這邊GOGOJOY打出了... GG... 好... 我們恭喜優格這邊... 戰勝了... 舊魚... 晉級到了... 下一輪... 我覺得這一場... 最關鍵的就是他... 連續繞了那兩波... 沒有打到東西... 沒有... 那兩波三次的三龍... 對對對... 我覺得那兩波真的是關鍵... 因為... 其實JOY在這中間... 一直想要把自己農民宿... 偷補一波起來... 對... 然後又被殺回去了... 對... 然後又馬上被殺回去... 其實這... 對... JOY這邊來說是非常虧的... 而且... 剛剛JOY其實也有想要去... 繞蟑螂去打... 但是... 都沒有成功... 都被抓到了... 而且... 我不知道... 是今天JOY狀況... 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我剛剛可以看到... JOY他... 其實他的王蟲是全部散出去的... 嗯嗯... 應該是有發現的... 但他卻被蟑螂... 對... 一直被鬧... 而且連續被鬧了兩次還是三次... 對... 其實... 感覺... 應該是狀況不太好啦... 因為理論上... 以他那個王蟲散的... 應該是要看到小紅顛的... 應該是有看到小紅顛的... 對... 而且你被鬧第一次... 就算了... 應該會放兵器了吧... 對...應該是...